後來就分享這個經驗給同學來聽 就說,我看到你爸爸什麼什麼 然後就告訴他 這是一個經驗 另一個經驗就是 他在家裏預備安排一個喪葬的時候 突然間,他不知道在哪個地方找到一件東西出來 裡面就好像有一些特別的訊息 他認為很細緻,我也不記得 他就問,這些經驗,究竟是不是的呢 他就問我們這個問題 因為他已經回到教會了很久 這個問題怎麼回答呢 你告訴他,其實這些東西是幻覺而已 但他的經驗又很真實 他真的看到人是這樣跟他說的 我就不會選擇回答他,有還是沒有 事實上,我也無從他的稽考 我當時也不在那裡 不過在他的經驗裡面,我們只能夠說一件事 即是在當中這個生命裡面 就算有和沒有 其實是否對我們整個生命裡面最大的關鍵呢 他很想知道 但事實上來說,我們可能真的沒有人能夠完全知道那個答案 當時沒有人完全知道的答案 正如我們沒有辦法完全知道 當然很多聖經學者都說,這個未必是那個殺戮儀 但我想說一件事 聖經學者都說,聖經裡面有很多關乎死了之後的情境 他死了之後,可不可以有一段時間回來呢 可不可以回魂一下呢 等等,這些在聖經裡面基本上 就沒有特別來跟我們說的 有沒有這樣的空間呢 我們可以說有這樣的空間的 因為他沒有說的 但我們又沒有說他一定是 但是和不是 其實不會影響我們最重要的 整個基督教的信仰 對生死的核心的看法 這裡我們暫時停一停 好了,整個摩西五經和先知書 一方面講生命的責任 一方面講生存的意義 一種生命的鬥事 但是我們來看 進一步來看希伯來聖經的第三個部分 一些著作的部分的時候 我們看到有一個很有趣的經卷 這個經卷可能很多人都耳熟能長 就叫做約伯記 那約伯記是說什麼呢 當然是說約伯這個人物 他生命裡遇到一些苦難 他自己有病痛 他的子女又遇到禍患 財產又損失 不知是否遇到古代的雷曼 總之他又損手爛腳 那些子女又好像搭馬行 總之他生命裡有這種無償 有這種痛苦 很多時候我們的焦點 是在解釋著約伯記 是跟這個苦難的關係 那當然有些新近些的學者 會留意到約伯記 可能不只是說苦難 而是一個焦點地 是說這個智慧 尤其是約伯記的第28章 有一個智慧的篇章 但是當中我們今天不仔細地去講這個約伯記的經文 不過約伯記 當我們仔細來看部分的經文的時候 我們今天不跟大家詳細來讀 不過我們來到再看一看的時候 我們發現約伯記的過程當中 由他太太開始見到他這麼辛苦 第二章第九節 他太太就跟他說 哇 你以前一路你的信仰這麼純正 你看看你搞到什麼田地 現在你這麼辛苦 什麼都沒有 你氣吊神 死了吧 你死去吧 不要在這裡獻世 類似這樣 有很多不同的傳適空間 不過大約是這樣 叫他死 不要緊 老婆叫他死 其實事實上經常都叫 這次嚴重一點 他真的快要死 老婆叫他死 他也很傷心 但是在當中 不單單老婆叫他死 他自己心裡 你八個讀下去的時候 大部分說要死的那些經文 不是來自那幾個朋友 是來自約伯 約伯他不斷說 我為什麼不生出來的時候就死了呢 為什麼我不是腰折的呢 為什麼我要在這裡受這樣的苦難呢 我渴望死大又不死到 哎呀死就好 現在死又死不去 很想死 求死勝過求隱藏的珍寶 哎呀我寧可啃死 啊吃魚 吃到啃死 其實他不是 他當然是說其他 我寧可死了 我厭棄這個生命 我沒有了生存的那種意志 這麼痛苦 面對這麼多關係的終結 面對財產的損失 面對我不明白 現在信仰裡面這種危機 當時他有一種想法 他認為人生裡面 沒錯我要完成的 正如《摩西英經》說 每個人在這個地上 他們不是說死後是怎樣的 他們當時的想法是說 在今生裡面 他們怎樣完成他的責任 但現在對他們來說 他完成了什麼責任呢 他的子女全部都死了 突然間這樣死了 他本來很教他們很敬畏上帝 生命裡面遇到這些危機 他不知道怎樣去解釋 他現在當下所面對的生命那種痛苦 而且他知道他一天就離開了 離開了他就沒有了 他要去到一個黑暗和死暗的地方 那裡憂暗的 在他們當時的觀念裡面 在一個這樣的概念下 他活不下去了 當時當然沒有發展到一個 真是像我們現代社會裡面的 安樂死的概念 但是當初原來聖經裡面 真的有人求死的 那若白就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他表達著生命那種痛苦 痛苦到的地步 他不再有一種生存的意思 因為他解釋不了下去了 甚至他認為 哇 當中他很希望能和上帝 有一個變白的機會 但好像真是無語文蒼天 問上帝為何你容許我這些苦難 說你遇到一件 你也很難搞 他從遇到這麼多件 生命裡面 有些人遇到的真是禍不單行 我們記得我小時候 有一些團友就是這樣 突然間 他收到一個消息 他正在回團契 他媽媽衝一下糧 就因為靜默曲張的緣故 我聽起來好像不太大件事 就是因為這樣 突然間 在洗澡房那裡固埋了 就離開了世界 不再三幾個星期 他另一個很親的媽媽 就是他照大他那種 突然間離開世界 他心裡充滿著傷痛 他就因為這些傷痕 他不明白 他沒有公然說要埋怨上帝 但是他生命裡面的答案 他解釋不來 你怎麼跟他說呢 你說上帝是公平 上帝有另外的安排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說可以 但是他只能默默地離開了教會 他就有這種生命裡面的痛苦 有很多人生命裡面遇到很多他解釋不到的事情 不知道怎麼用他的信仰來解釋 他活不下去 他求一種安樂的死亡 在當中他的想像裡面 陰間是黑暗的 是扭壞的 充滿著蟲的 他盼望這個人生的軀體 安息在塵土裡面 他就會悲悲慘慘地落到陰間 有這種痛苦 但是我們發覺 藥百記其中一個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也是舊藥裡面 其中一個面對生死裡面 一個很特別的一種觀點來的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很喜歡為我們所預備 即是預見到的事情 給予一種解釋 在心理學的現象來說 這種叫貴因 attribution 我們很想給予一個解釋 為何我今 即是未信耶穌的朋友 為何我今天諸事不信 因為我今天星座的運程 說我聽不好 這是一種解釋 為何我今天一出去 就乘車又乘不到 遲到 因為今天不如出門 通信說我聽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這些都是給予一種貴因 人生有很多解釋 基督徒我們都是這樣的 為何我們會遇到這些事情 因為都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安排 好的時候我們當然會這樣解釋 我們喜歡一種 為我們人生裡面所經驗的事情 來解釋 很多時候 這種是一種掌控 我們希望能夠我們人生裡面 最少在我們能夠解釋的範圍下 能夠明白為何我們會遇到某些事情 整個的信仰能夠堅持下去 或者人生裡面有一種能夠活下去的力量 信仰扮演的角色 對很多人來說 就是因為他的系統 仍然能夠運作 幫助他解釋 他生命裡面 不同的危難 不同的挑戰 而同時間來說 有些人為何他的信仰會倒下 因為他一直持之有效的信仰系統 去到面對某些人生的風浪的時候 他發覺 用那個系統來解釋不到 他就離開了 約伯就是呈現這件事 約伯其實就是對整個宗教信仰 生死的觀念有一種對話 這個對話是什麼呢 他幾個朋友 其實幾個朋友很熟悉聖經 你不要以為那幾個朋友 是很壞的 你想想 在你最危難的時候 幾個朋友都肯探你和你聊這麼久 我們都不是人生裡面很多時候這樣的朋友 大家都忙WhatsApp你都沒空 和你坐這麼久一起聊天 那幾個朋友都好 但是那幾個朋友說的東西是不是錯 說的東西都不適合 不是的 他說的幾個朋友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摩西五經裡面的重點 摩西五經說的什麼呢 剛才我一開始的時候說 一種生死和福的問題 為什麼我會遇到這些事情 人生裡面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所以若伯遇到這些苦難的時候 這幾個朋友的邏輯就是這樣 賭歌為恩 他就問他 為什麼你會遇到這些苦難 在那個equation 在那個formula來說 你因為遇到這些苦難 這些問題 我們可以想像 上帝是公平的 不會因為你好 所以上帝給你的惡果 你有這些惡果 一定是上帝給你的管教 這種管教論 有時候我們的目者們都很喜歡和我們這樣說 你遇到這些不好 因為上帝管教你 管教你必如精金 最糟糕我又不太覺得自己是這樣的 生命裡面就有這些苦痛 解釋不到 生命裡面 為什麼我這樣 若伯 他懂得這樣教人 他生命裡面是這樣的 可能曾幾何時他這樣教人 他也這樣運作 去理解人生 但是到了這個階段裡面 他真的不覺得 可以用這個信仰系統去解釋 為什麼他突然遇到這個苦難 那當然我們讀若伯記的人 我們可能就會有個答案 因為第一第二章的時候 上帝好像和那個魔鬼在那裡 在那裡辯論著若伯是否我的中心的朋友 所以在這裏面 就給他一種的考驗 那樣 這種是否整股我們不知道 不過最少呢 這一幕的情景 作為讀者的你和我呢 就可能會知道 但是到了若伯記的結束來講 若伯都不知道這個結果的 他不是因為知道這個結果 所以他生存裡面有一種的力量 他不知道 但是若伯能夠走下去的時候 那個意思是什麼呢 這裡有兩個很重要的提示 第一個的提示 就是若伯最終呢 他能夠可以生命裡面 繼續有力量走下去 不是因為他已經有一個很合理的答案 去知道為什麼生命裡面 有這些無常的事 突然間的病患 突然間的意外 他解釋不了 但是他能夠安然下來 因為他發覺人生裡面 不再需要操控 不再需要每一對歸恩 去解釋這個答案 這種呢就是信仰裡面的一個突破點 他和以往裡面 摩世五經的信仰有一種對話 和那種生死觀有一種對話 他發覺有些生命裡面 就解釋不了 因為上帝問了他很多問題 無論透過《若伯記》第28章 或者後來 和他有兩三章的對話裡面 他都問若伯 你有沒有見過這些事 你有沒有見過這些事 問了很多東西 當然可能若伯因為他的專長不夠 所以可能他讀的科目不夠 所以很多上帝問他的問題 都答不到 不過事實上 坐著的朋友 無論你坐擁多少個博士學位都好 其實我們都知道有很多東西 生命裡面我們其實答不到 很多東西我們都不知道 人生裡面的傲備 所以我們能夠嘗試 希望能夠知道得多 解釋得多 但是你發覺呢 信仰就是有時候的情況 幫我們解釋一定程度的現象 但是其實 如果我們真正在經驗人生的時候 什麼叫做人生呢 人生就是說 我們不知道將來 沒錯我們可以規劃將來 但是人生對我們來說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沒有人完全能夠知道 我們整個人生究竟會面對什麼事情 就是說 理論上我們是沒有可能有一個答案 是能夠保證 由我出生的時候 到我死的那一刻 我都能夠以同一個的系統 來面對整個人生 所以信仰某個程度 很有趣 對很多今天在基督教的信仰裡面 其實不單是面對生死的問題 生死是最迫切最近身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面對整個信仰的問題 我們經常堅持一件事 以往我的教會是這樣教的 你說的好像不太一樣 生命裡面 我們就把我們的上帝限制在一個 formula裡面 我們的上帝突然變得很小 如果當我們的上帝 在我們的信仰的框架裡面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面對一個危機 當你的框架不能夠再盛在你所面對生命的挑戰的時候 面對這種生死的危機 他豈不是會棄掉神死了吧 除非他可以承認我以往對上帝這個理解 可能有限 其實問題不是上帝這麼狹窄 是因為他們在理解的上帝一定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類近這種觀念 你狹窄了上帝 所以整個約白在這裡的突破點 不是因為他找到一個更完美的解釋 而是他發覺 他可以不再需要找那種答案 他明白生命裡面可以安息在 有些時候 我們面對生死的時候 有一種淡然 我們不知為何會面對這種事情 但是我們可以安息下來 所以這是一種很重要的關鍵 這種思想 約白在中間裡也有稍微推現一種說法 約白在這裡說 我的救贖主活著 我知道當我離開了肉身之後 我死了之後 有一天我會見到上帝 在這裡後來二十一章 有一個類近的說法 有些人身體強壯 就死了 有些人心中痛苦 終生未常覆落 他又死了 這種死亡的現象 死亡的現實 我相信 特別如果你在從事和生死有關的專業的話 你常常都看到 死亡是平等的 死亡不必然是說 那個有錢人就死快點 理想而已 但其實是不會的 可能是壽錢人 因為他吃得好些 死得慢些 其實這件事情 也不會因為他貧窮多些 他人生裡面遇到多些不幸的時候 他一定是早死或是遲死 這個我們不知道 生命裡面是這種現象 你發覺不能夠有簡單的答案去解釋 但是每個人都不能夠避免的就是他面對死亡 所以開始他們有一種進一步的現象 他發覺不能夠單純地去解釋一件事情 我只是做好自己 努力去教導我們去做好行善 然後我們就會有福樂 但是發覺人生裡面 不可以用這麼簡單的方程式 去解釋一生的時候 所以整個希伯萊的信仰 由整個摩西五經 一路逐步有很多這些智慧的傳統開始出現 其實這些智慧傳統並不是放棄以前的信仰 因為以前的信仰在某個程度裡面 仍然有一種解釋的能力 但是某個程度又在推演他們 要去思考整個信仰 有更多的對話 所以在這裡裡面 我要和姐妹一起來思考的一個情況就是 其實生死的觀念 是很現實地和我們面對著不同的處境的時候 我們會不斷地和我們以往的基督教的所謂的生死觀 不斷有很多的對話 可能你以為已經有一套很完美的生死觀的答案 你自己很滿足地可以解釋你生命裡面 面對這些生死的問題 或者去幫助解釋其他朋友 但是我們必須要謙卑下來 我們所謂對基督教的生死觀的認識 我們發覺仍然有很多的地方 我們不能夠解釋每一個人世間的裡面 每一種的處境的際遇 在每一個際遇的出現的時候 在獨特的情況下 我們仍然在運用我們整個信仰的傳統來思考它的問題 回到剛才 我有一個例子 就是講 當我們中間有一個女兒 在這個波學上 有一個仇貞倫 當中這個胎兒 她沒有來到這個世界那裡 我們生命裡面找不到答案 是不是因為我們犯了錯 上帝你懲罰我們 因為上帝你要給我們什麼屬靈的功課 給我們什麼教導 可能是的 不過我們領不領力低 領不了 就是不明白 但是當我們繼續這樣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最終我怎麼能夠活下去呢 這個勇氣 最少來說 當然沒有這件事 我生活 我也會繼續這樣生活 但是問題是 我信仰的力量 怎麼可以繼續活下去 仍然覺得信仰是真實的呢 我就後來想到一點的時候 我就想 就好像雷近若白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啊 我這個時候真的 我沒有答案 但是我相信 有一天 基督教這些生死觀 就告訴我 一天我要回到這個上帝 死了之後呢 我會在肉體以外得見神 我就到時呢 我就會向他問責的了 我就要問上帝的了 他不跟香港的官員的 上帝真的要回答我的 今天不用回答而已 但是到時要回答的了 上帝 今天你要讓我知道 一種信服 我不知道的答案 但是一天 上帝我回到你的面前 這個孩子究竟去了哪裡呢 我女兒也會問這個問題的 他經常不久就問我 究竟他去了哪裡呢 所以這個情況 生命裡面 基督教的生死觀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在這裡我帶出來一種觀點 無論怎樣的生死觀 最重要不是因為 他能夠客觀地怎樣完全的準確 因為你和我 都沒有真正去經驗過 那個死亡 但是整個的 基督教的生 生死觀 最重要有兩點的意義 第一 就是給一個面對生死危機的人 他有一種的力量去面對他自己的生命危機 第二種就是為了那些仍然活著的人 你要給予他一種可以繼續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 這個才是基督教的真剔 聽不聽得明白 怎樣為活著的人 那種生存的力量 這個很重要 我舉一個例子 然後我繼續講下去 有一次有一個經驗 這樣分享 有一個家人自殺離開這個世界 那麽